持续关注司法长期的官场丑闻 这是工程会的前委员长石木青跟纺织董事长 翁茂中他们的不当往来 加上27本的笔记本曝光 这也导致翁茂中跟法官警戒高层买骨吃饭送礼整个过程 还有发生在1998年 缅环三议员跟这个经理之死的旧案再一次的浮上台面 引起各界关注 而时代力量立委邱显之就痛疲 这一群涉案的司法高层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公布 还有好多当事法官都还在审理案件 这样我们司法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 工程会前委员长石木青遭到监察院弹劾 更因为负伤翁茂中的27本笔记本 详细记录和法官警戒高层买骨吃饭送礼的过程 揭开了司法界长期的官场丑闻 而针对这多年来的弊案 虽然18号记者会中司法院有公布 目前已不在职的最高行政法院前院长林岐福 等部分名单 但时代力量立委今天站出来 要求司法院应该要公布所有涉案人员的名单 此外邱显之也要求对于过去汪茂中的种种案件 也应该要确实重启调查 而另外一方面民众党立委赖湘林也表示 应该要公布详细的调查结果 昨天我们也在这个预算审议的提案里面 已经要求法务部跟司法院三个月内 把整体的调查结果公租于市 不要用只有饮宴应酬五次 只有收受馈赠三次 只有收到三次的衬衫 民众党团更表示蔡总统要求司法改革 也期待民众有权可以共同损失 改善司法弊端 因此这份调查结果显得格外重要 而现在各方面也都要求法务部和司法院 能够更加透明 华日新闻 庄文杰林志传台北报导